卡位 好的 继续 有没有剑 没有神剑的话就 哎 这一剑 漂亮 我A他 果然他来A我 有没有 拉过来 好的 这一剑选剑是让对方必无可避 太漂亮了 这人白慧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这个时候没魔了 中路 中路被拿掉 没魔 听海涛一句话 回家补给 你600多点魔 你在线上 你要补给到什么时候 回家 补魔 买一个TP 身上常带TP 然后继续 回到下路 哎呦呦呗 拍拍 哦 他们很早就生了自己的 这个 海地板的技能 赶紧奔腾过去 一剑 差一点 但是装了这个 烫死你 烫死了 给自己一个 哎呦 奔腾没有给出来 我之前说过 哎呦 这里 拍拍摄是打的是相当的强势 已经是杀了多少个人了 十个人了啊 这边拍拍 打得非常的不错 当然因为天灾 这个限制也多啊 这几个三个都是限制 因为对于拍拍来说 你不一定要眩晕 减速就行了 呃 有减护甲更佳 所以潮汐是拍拍熊的 最好的搭档 能减速就行 再加上这个食屎鬼呢 它能够给 能够给开拍 还增加吸血的这个效果 我出来的 我出来的 准备把这个先锋盾出出来 再去 白眼 看来似乎 不行啊 那拍拍熊的 机品已经出来 先白眼吧 马派来了 快走 哎哟 跑不掉啊 这么多人 去插个眼都要被杀 看一看 猴子 猴子 2800 也是有六分钟前没掌握了 因为他中期一直是 到处想要陪我们杀人 没有沉下心来去犯嘛 这似乎是比较尴尬 导致自己的经济一阵没有增长 有没有实施鬼 中期是利用拍拍熊 拉扯我们的这个防线 他自己跑过去打野 所以现在装备也已经打了出来 再恢复一下 白风应该有跳 往过来 还会拍到一下就跳走 有没有人来帮一人 帮把手 震我 开奔腾 哦呦 一只神剑 但是 哦呦 这个大招直接是被我躲掉了 这太尴尬了 加错小兵了 然后后面实施鬼又来了 跟他 哎呀 我来了 真空没来得及 我这边限制偏少了一些 这边只有一个 愚人的稳定限制 对面的限制偏多 而且都很肉 你发现没有 这个有爆发有肉 这个就挺难打的呀 这台是被实施鬼拿掉 上路要去收一下兵线了 这个兵线现在不行 白白熊带了粉 直接过来搞 好对面的 我们这边的猴子 这场尴尬了 射中 但是 TPS不足 不敢用技能啊 因为伤不到他 给他们的小兵套一个离子盾 因为你给自己的小兵套离子盾的话 他们会不停的A那个小兵 小兵A掉离子盾 效果也就消失了 哎哟 这个好像有点 这个没办法啦 哎好 还有大招 还有大招就能让你逃掉 这方都是小范围的干客啊 居然还打出来了 这个太尴尬了 我这个大招 现在学了其实没什么作用的 我要把这个奔腾赶紧学满先 因为对方是小范围的干客 我一个大招在这种 几十秒一次的干客当中 没什么太大作用 反而是奔腾 效果更显著一些 猴子3800 我把你拉过去买好了 省得你买不出来 在冰线被压缩的厉害 猴子弟人过去买了 直接是浪费了拍拍一个坟 这边闪地幽魂开大清兵啊 这么嗨 果然霸气 给猴子钱 钱给猴子 让他出灰啊 我给你插个保护眼 这个位置我要插一个眼 呦 TT过来先 诶 没来得及 看一看 其他人的死 如果能被 猴子拉扯这空间也好啊 我想要去杀 来想去杀他的小鸡 想了想 他就算了 他们一路护卫小鸡过去了 他一直以为 我会尽量 我会尽量 如何尽量 这一路护卫小鸡